本届的奥斯卡有不少华裔人士的作品获奖 像是华裔导演石之宇的作品《包子》就获得了最佳动画短片 而摄影师金国威和妻子一起共同指导制片的赤手登峰 则是获班最佳纪录片 包子是来自加拿大华裔导演石之宇的亲身经历 也是皮克斯创业近32年来第一次由女性导演指导 讲的是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华裔母亲 对自己孩子无为不至的照顾 并巧妙地用象征中华文化美食包子的精心制作过程 使子女为心头肉 全是爱沟通跟和解 记录片赤手登峰 由45岁华裔摄影师金国威与妻子共同指导 夫妻两人本身就是登山家 拍摄攀岩好手艾利克斯霍诺德 徒手攀登上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三千尺酋长岩的壮举 金国威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出生 父母都来自中国 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 成为专业登山家 金国威曾两度登上珠峰 发现登山摄影也是一种谋生的技能 曾为国家地理等知名刊物摄影 2015年发表纪录片攀登美鲁峰 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运动纪录片之一 记者黄韻玲报道